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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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 大拇指弯曲变形 一般早年困苦 磨难多 并且家境不利 父母身体不佳或者两老不常在一起 二 食指弯曲变形 一般代表恒星不大 信心不足 做事难以持续 还代表兄弟姐妹帮扶小 甚至不相往来 三 中指弯曲变形 做事没有目标 不受约束 有点天马行空的意象 容易大意识惊周现象 思想有偏差 齐心不正 四 无名指弯曲变形 一般容易好意无劳 爱投机取巧 贪慕虚荣 并且婚姻情感多波折 五 为指弯曲变形 一般向外弯曲出去的人 性格反叛而外向 做他的父母会加倍担心 向内曲曲则性格太保守内向 如果小指外皮严重 婚姻不顺 晚年不佳 为子女操心多 第三 俗语 手握鲸鱼骨 富贵不用愁 鲸鱼骨是什么 有道理吗 俗语有云 手握鲸鱼骨 富贵不用愁 东建背景下 鲸鱼骨为国人追求富贵重要手段 与其相关俗语传说故事 更不计其数 千百年间 鲸鱼骨一城世人心中重中之重 作为整个世界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 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 足有几千年之久 而在中华文化存续期间 更是出现了许多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内容 凭借着对此类内容尽心了解 世人将会对华夏文明的独特内涵 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 千百年来 诸多带有中华特色的俗语流传于世 帮助人们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 曾经 一句手握鲸鱼骨 富贵不用愁 更是成为人民竞相传颂的焦点 那么 这句俗语中的鲸鱼骨究竟是什么 这一俗语又是否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呢 众所周知 在许多传统俗语中 人们都会用一些较为具体的意向表达抽象含义 而手握鲸鱼骨 富贵不用愁 这句话中的鲸鱼骨也不例外 其实 这句俗语中所指的鲸鱼骨 并不是自念意思上的鲸鱼骨头 而是人们手掌心中的元宝纹路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 很多人都会对面向手相学说较为看重 而所谓的元宝文 便是手相学说中的一种观点 通过观察手掌心的纹路便可以发现 每个人的掌纹走向都各不相同 落实在手掌心中 生命线与智慧线之间的纹路 能够形成一个形似元宝的闭合区域 便意味着此人拥有元宝文 也就是鲸鱼骨 古代手相学说中认为 凡是拥有鲸鱼骨之人 命格都老比普通人更好一些 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人生发展道路上 并不会存在太多阻碍与挫折 凭借着顺遂人生的帮助 其美满生活亦能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 通过对手相学说中的鲸鱼骨 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可知 对于那些拥有鲸鱼骨之人而言 鲸鱼骨位置的不同 也会对人生未来走向 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若是鲸鱼骨所在的位置 与手掌中的智慧线相对较劲 便意味着此人拥有较为聪明的头脑 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 他们总是能够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智 顺利解决生活中的诸多难题 进而过上富贵生活 若是鲸鱼骨所在的位置 与手掌中的感情线相对较劲 便意味着此人能够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通过外在优质人际关系的帮助 他们总是能够轻松化解生活中的诸多难题 更好地追求心中的理想与目标 并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 这些拥有鲸鱼骨的人 总是能够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财运 凭借着这份财运的帮助 他们自然将会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 正因如此 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那些拥有鲸鱼骨之人 亦将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 可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不断提升 诸多封建思想已经遭到世人摒弃 而在新时代背景下 很多人都能认识到 所谓的首相学说 并无科学依据作为支撑 所以 这类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俗语 并不值得相信 与其相信鲸鱼骨为我们带来的好运 不如将更多精力用于拼搏与奋斗上 若是过于依赖所谓的首相学说 而过着好吃懒做的生活 那么 无论拥有何种带有富贵意义的首相 都很难真正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 通过对手握鲸鱼骨 富贵不用愁这一俗语背后的内容 进行了解便会发现 其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 流传下来了许多并无科学依据的俗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期 hoop 谢谢您ọi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